HELLO 各位UP TV的觀眾大家好 以後每逢星期四就會見到我這個新面孔 就是因為今天你們正在看的這個節目 就是我和UP TV財經第一次合作的節目 叫做四季投資法 你看第一集我都差點忘記自己的節目名叫什麼 而我們第一集請來的嘉賓也是我的朋友 所以找了他上來 就是我專稱他做外匯小王子 叫得正願期貨的陳健鶴 HELLO 歡迎你 HELLO 師神你好 很榮幸可以第一集做你的嘉賓 名字改得很好 四季投資法都配合你的名字 是呀 知不知道為什麼呢 很明顯是你的名字和師神有關 還有一年四季大家都會找機會去投資 是呀 沒錯 我本身就是想著可以吃到這個東西 但其實還有一個故事 我特意搜尋一下 除了我想說一年四季其實都有很多不同的投資工具 大家可以做選擇之外 不只是看著股市 因為其實你想想我每天幾乎每天都要做股票的節目 我覺得視野不能那麼窄 其實還有很多東西可以選擇 所以特意借這個節目 希望請很多高手上來 從中我都希望家庭觀眾可以跟我一起做一個學習 而除了一年四季都可以找到投資工具做投資之外 我上網找完 原來四季投資法 其實他們是運用在一個農業那裡的 你知道嗎 原來真是春夏秋冬 而他們套落股票 譬如你春天的時候 就要找一下好公司 播放一種開始賣的儲貨 接著夏雲就是 例如你要保留著公司做得好不好 看看他的財經報表 成績有沒有數 然後抽收就是 譬如升了上去 你可以收黃 吃虎了 然後通常就是 你要儲回一些蛋藥 預備春天再來的時候 又要再一次播種 這個就是說 四季投資法 他們又可以應用在股票投資上面 所以我很想問一下王子 其實會不會在外匯上面 有沒有這些播種收割的概念 是不是這樣長線去做的呢 其實可以長線又可以 短線又可以 我想當然 剛才你說的四季投資法 是一個過程 就是你首先要播種 甚至你之前 可能冬天的時候 你不可以冬眠 你要做功課 穩定機會 下年是怎樣去播種 我想股市其實今年 我看到的投資者 其實都個視野和你一樣 已經不只是集中在港股上面 因為今年我想很多的投資者 已經放眼在環球 尤其是講到美股 因為美國可能的市場 深度又再救一些 好公司也更加多 加上就可能大家覺得 原來我們學多一種投資工具 其實愛匯市場 其實跟美股都很相似 因為交易時間 說的是 美股和香港 要夜鬼 就是做夜鬼 大家不能睡覺的時候 市場都在運作 但是我想外匯和四季投資法 更加貼切的就是 一年四季 每一天24小時 沒有假放 都是市場運作 當然我們仍然有些假期 例如聖誕節 復活節 一些西方最大的假期 市場都會收視 但是舉例 中國農曆年初一 其實市場仍然在開放 所以真的無間斷 市場在運作 還有外匯市場 剛才我為何故意鋪排了 講到美股呢 因為美股的成交量 比港股已經大很多 但是講到外匯市場 的成交量 是遠遠再大於股市 因為講到 每一天的 daily volume daily turnover 是六萬億的美金 嘩 那我們香港這邊做外匯 真的小很多的規模 大家對於投資的熱誠 我想對香港的投資者來說 你可以說他們很熟悉外匯的價位 是啊 但是可能是 好像你這樣 我們部署訂明年幾時去旅行 幾時的日圓便宜 我們就儲點 存款 存款的話 這十年都少了 因為最主要的息口低 但是金融海嘯前 那時候你應該就未入行 還在讀銷 或者甚至未出生 那些時間 可能你家人就會感受深一點 金融海嘯前 那些存款的息口很高 例如說 最多人做就是澳洲紙 紐西蘭紙 因為說的息是七厘八厘 但是現在 金融海嘯後 過了十二年了 其實息口 基本上都沒有息 現在我想很少人 會用外匯做一個收息的工具 我經常都跟客人說 如果你真的要收息 不如你在股市上面 找一些Yield更高的 公用股 甚至是銀行股 雖然股價升跌是另一個問題 風險是另一個問題 但是息口上面 是遠遠高過你的匯市 還有我想 匯市 我們很多時候 看升跌 其實真的用息差去看 但是現在 基本上 每一個國家央行 都是低息零息 甚至亦都預視了 未來三年 我都不會加息 所以我想 對於一些 一般散戶投資者 你真的很想 放錢在銀行做定期的話 都仍然未是時候 你想駁個價位升 都還可以 但是呢 你想駁有財息兼收 我想未來兩三年 都還未是一個很合適的時間 近期來說 如果大家做一個外匯投資 就不要看著息那方面 如果是這樣 就是投資角度比較重 是的 如果是這樣 就是因為我很想 今天找到王子上來問的一個重點 因為有朋友曾經跟我說過 當我還是一個投資界的 超新手的時候 他跟我說過 其實如果你是投資的初歌 你玩匯可能更加容易上手 比起玩股 我就不太明白這個邏輯 是否真的呢 是否簡單易學一點呢 我自己當然是行內人 就一定不夠中肯的 但是我們傳統上認知 有時在上課的時候 說到大學 投資金字塔的時候 外匯相對被人界定 是一個高風險的投資 是嗎 放在金字塔最尖頂的位置 最尖了 但是我自己因為是行內人 我有另一個解讀 因為其實那個槓桿 其實可能是你控制得好 其實是幫你配戴盈利 如果你是一個職業賭徒 這樣每一分每一秒都要入市去交易 坦白說 我想跟你炒股票很多職業炒家 一樣是一個賭徒 投資回報就看你的技術好不好 短線的 我想大會市的確 相對比較投機一點 原因呢 舉例現在去到年底了 我們做過少許統計 例如今年表現最好的外幣 例如人民幣 或者是歐羅 其實說一個回報 如果你什麼都不做 只是放在這裡 由年初第一個交易日開始計算 都有大概7%至8%左右 你說這個7%至8%算多還是少呢 對於很多炒股票的投資者來說 可能不夠的 如果今年炒科技股 可能一天都覺得要7% 有時候不是說小價股 說可能一些最主要的幾隻新經濟股 有時候一天都升5% 所以可能在百分比的角度 它的回報不是很吸引 但是如果你加上槓桿下去 自然就會吸引很多 但是為什麼會市的百分比 是相對低一點呢 最主要因為外匯市場 始終是一個貨幣 你真的去旅行的時候 我們要用的嘛 不單止今年未必能去旅行 但是你會網舊的 你可能用其他的外幣去結束的時候 那個匯率其實就是 很影響一個國家的經濟 基本上政治和經濟就分不開了 所以變成匯率 其實是一個國家去刺激經濟的工具 所以我們香港人可能就 比較習慣了聯繫匯率 不會動得太高 7.75、7.85之間 其實我想在外國的央行角度 雖然說自由浮動 但是其實都是心裡面有一條底線 大概在這個價位上面穩定的話 我們都容忍到的 所以有時候你看到某些央行 當價位偏離得太遠 去到太極端的時候 可能那些央行行長會出來說兩句話 溫馨提示一下 壓一壓大家的嘲諷 對,控制一下市場的情緒 那所以呢 為什麼說是偏頭機一點呢 因為始終 我就不認識那些央行行長 我不知道 阿斯神你認識不認識 我都是看報紙 看報道每天在錄 你認識他他他不認識你 對,沒錯 但是如果你說 他們心裡面 那條底線在哪裡 沒有人知道 但是當他們說出來 什麼時候說你又不知道 變成這些全部的不明朗因素 變成可能對市場 就突然之間會轉得比較快 所以呢 波動會比較大一點 那所以呢 我想為什麼 傳統上的認知就是 因為匯市是相對高風險 但是呢 我自己有另一個解讀 但是視乎你怎樣控制這個風險 因為呢 匯市的那個成交量這麼大 在說六萬億美金 就算你說 世界首富 我不知道現在世界首富 已經不是Bill Gates 可能是亞馬遜創白人 比索斯 沒錯 就是亞馬遜的股價 可能升一格他已經是 即是好像內地首富的概念 突然間龍夫山泉 那個就變了 是的 所以當他們說 如果根據福布斯的 那個身家的規模的話 都是大概一千多億美金 左右 那一千億美金 放到一個六萬多億的美金 外匯市場上面 其實都動不了那個匯市 所以呢 對散戶來說 外匯市場吸引的地方 就是公平 因為股市很坦白說 有一些細價股 或者是 可能 創業版的股票 相對的波動就大些 我正想說 隨時是被人停牌 脫牌那些 就是血本無歸 是不是這些事情 就不會在匯市上面發生呢 一定 我們因為炒賣都好 都是說一些主流的貨幣 你說的是 歐元 英鎊 對 我們經常說的 所以波幅其實是很穩定的 但是當然 如果你說買賣一些 新興市場的貨幣 它的波動都很大 所以呢 既然我們選擇一個 最穩定的市場的話 就是說 歐元 英鎊 澳洲紙 日元這些主流貨幣的話 相對的 真是很少這些噪音 很少這些人為 基本上干預不了的市場 沒有人可以說 洗環手 去 扭曲了市場 所以對散戶來說 可能反過來是一個優勢 因為 坦白說 資本市場上面 消息很重要 很多時候的 所謂內幕消息 或者菜記 春光鴨 對 一定是有些風聲走路出來 但是我們如果沒有這些 人脈消息的話 或者不懂得看的話 很容易就很厚之厚角 但是在匯市上面 因為基本上沒有人可以控制到匯市 大家 散戶和大戶的優勢 其實都是平起平坐 沒有特別分野很大 所以炒股市 很多時候是炒一個資訊不對稱 但是匯市的資訊 現在大家都上網 或者可能大家的手機 隨時都有些pop up提理 哪個央行加了息 減了息 什麼數據 什麼消息 其實即時都看到 反而拉近了大戶和散戶之間的差距 所以這個反而是成為了匯市的吸引力 加上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 24小時交易 這件事 可能世上你就要經常性保持 皮膚質素 是否真的好呢 我在想這件事 會不會我看漏了 有一天半天放假 那個波動性會大呢 加上因為它的市場深度夠 你可以現在的技術 就是APP 交易平台 全部都可以放在紙攝盤 那市場的深度又夠 流通性高的時候 都可以幫你控制到風險 那還有 匯市也有個特性 雖然說24小時 就是不用這麼害怕的 主要呢 基本上呢 它都是分三個市場 就是亞洲市 歐洲市 美國市 但是主要的波動 其實都是只有兩段為主 第一段呢 就是通常那時候 港股還是在交易中的 就是歐洲剛剛開市那段時間 可能香港時間大概 三點至六點左右 那就會有 因為很多時候 歐洲數據 就是那個時間公佈 就會成為一個 就是短線炒作的藉口 但是更加重要的 其實反而適合香港人 因為是美國市 美國市一般就是八點半開市 那或者九點半 有時候是冬領時間 那變成了 那些數據在那些時間公佈 假設我們放了工 回到家吃了飯 就去看看消息了 對啦 開始你埋位 主力的波動 就大概是八點半至十二點左右 因為每一天 基本上香港時間 到凌晨十二點 歐洲那邊又開始收市了 那市場又少了人參與 只剩下美國的下半場 變成那段時間 市場又會剩下來 那所以呢 除非你說 Season 你說 不是啊 我八點九點就要睡覺 睡覺 要令皮膚 掉水分好一點 這個質素 明天都追得切啦 亞洲開之前 那當然你可以利用另一個策略 就是你擺盤在那裡 因為如果你是比較偏好一些技術分析的話 其實就分別不大 因為有時候 很多時候你寧願等機會到等某些價位 好像你做股票那樣 我不到價就不入市不買的 那你用一個科技 即是你用一些APP 那些交易平台 放好那些盤在那裡 那它到價就幫你執行 那當然呢 如果你說 每一天我就是想炒一些短線的消息 那你那些真的要貼事一點 那所以我想如果 如果 根據我聽你這樣說 給一個初步的建議你的話 可能你就適合少少少 中長線多少少 那可能就不需要那麼大壓力 那你放好那些盤在那裡 到價入市 控制風險 放好止攝位 那你基本上可以關機睡覺 第二天才開回來看看 結果是怎樣 其實這個部署的方法 都有少少少像我平時買的股票 我都不是很喜歡要很短線 或者我真的有時候 因為那個心理壓力很大 對 還有有時候我接了個Jump 可能全一天 全日我都沒有空去 那個股票號碼 那如果一miss了 就糟糕了 那可能這個真的 但是每個人投資者不同的 自己那個 投資取態 還有那個手法 但是 回歸最基本的問題 就是我覺得 當是投資初歌去看 那因為 你每項投資工具都有老手 就是 我們這些 就是初階者 那大家真的去 投資那個方法 操作那個方法 就是最簡單 譬如剛才說 有些買賣外幣 平時做存款這些 就是最直接 有什麼選擇 對 有什麼選擇 我知道很多的 但是如果是簡單入場版呢 那當然傳統上 最直接一系 就是真的買現貨 或者實貨 就是 你真的有些現金 在那裡 我買完之後 可以去旅行 用了去的 那些就在銀行 找換店 可以兌換到 那 第二件事 就是銀行上面 可能也有些定期 那 但是當然 就是 你剛才說了 其實息口感很低 吸引力就在這幾年 這10年8年 都大大減低了 那所以 衍生到一些 例如外幣掛鉤的 一些產品出來 那它相對用一個高息少少的 吸引點 去讓你去做買賣 這個是銀行的一個 宣傳方法 那但是 其實它當然 它是一些衍生工具 它都是一些 其權的合約去組成出來 那如果你說實際上 亦都有另一些 可能是 現貨的交易 或者期貨交易 那現貨交易 其實都是 香港為例 就是證監會去規管的活動 那就是 期貨呢 亦都是另一類的規管活動 那期貨我想很簡單 就好像 你買恆生指數期貨 科技指數期貨 大家最意名了 是的 那概念 其實你就在證券行 開過期貨戶口 那你在上面 就買賣到的期貨合約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但大家很想知道 那個入場門檻 就是對我們這些新手來說 我真的不知道 是否會 不同的外幣 那個入場門檻 會差很遠呢 其實都是 放下一個按金 那當然 你這些資訊 其實在 例如 做期貨為主的 可能是 CME 那個網站上面 都會列出個按金是多少 那 那個槓桿呢 大概就是二三十倍左右 原來都可以這麼大 對 所以期貨和現貨有少許分別 期貨可能就是 由 資商所 可能就會定出來的 槓桿比例大概三十倍左右 你說高還是低 就見仁見智了 有些朋友炒股票 對我來說很高的啦 炒股票可能 你騰生工具 你買Wallon也沒有那麼高 當然不會 有些可能六七十倍都有 他們玩到這麼大 不好意思 我玩的那些很低 不過期貨就是 交易所定出來的按金 你計算合約 你大概知道 槓桿比例很高 但是現貨的話 因為證監會監管 其實槓桿比例最多 就是給二十倍 當然 那個二十倍 反過來 你可以自己調節 什麼意思呢 可以的 可以的 有兩個方法 一是當然 你放多些錢 在這裡 勸中金融小富婆 你不要經常聽話 你放多些錢 你用回同樣的銀碼 那你的槓桿自然就低了 或者就是 你放足夠的錢 但是 合約大小 你不要開那麼多 就是說 舉例 槓桿其實是一個 我想大家都明白的概念 就是說 舉例你在用五萬元 你可以控制一張 例如一百萬 價值一百萬合約的 合約 那如果你放一百萬 在這裡 那槓桿自然是沒有槓桿 或者一倍的槓桿 但是同樣道理 你放五萬元 是不是一定要控制 一百萬價值的合約呢 你可以控制 例如五萬 十萬 十五萬 這個是自己決定 那所以呢 我想這個是 比較靈活一些 那我也都當然不建議 就是說 一開始就說 用盡桿 因為 我自己坦白說 我也比較保守 我覺得要先摸索一下市場 除了摸索之外 就算我自己也有炒賣 也好 我也不會用到槓桿那麼大 因為風險真的高 有需要的時候先用 一般我自己建議 大概五倍 十倍其實都很夠 但是呢 我想就想重新多一件事 就是 為什麼說 可能有些誤解 市場上 對外匯投資 他以為 我買實貨 拿些現金出來 其實風險很低 但是你用槓桿 或者做現貨交易 去炒賣的話 風險就很高 其實風險 是很視乎 是一樣的 為什麼這麼說呢 舉例 就是當你現在歐元為例 對港幣是十元 那假設你想買一萬元的歐元 就算數 拿個算數機出來 哈哈 可能明年要去歐洲 對呀 直接計回率 一萬元的歐元 大概是十元 是不是 即是你要在銀行上準備 例如說是多少 十萬 一萬元歐元 大概是十萬元港幣的本金 明白 同樣道理 你在一個券箱或者銀行那裏 我想買一張一萬元的合約 但是 它不是現金來的 但是 可能因為它給你二十倍槓桿 其實你可以低至大概 五百元 五千元 sorry 五百元的美金 就入場了 或者五百元的歐元 已經可以控制到這個一萬元的合約了 所以你放的本金是很少 即是說五百元的本金 但是當然 剛才我說的 你可以放一樣 放十萬元港幣 自己選擇那個 沒錯 但是風險在於 就算你是用實貨 那個價值 如果去升一點 或者跌一點 其實跟你在現貨上 是沒有分別的 都是如果用 剛才我說的 一萬元歐元為例 升跌一點 其實都是會賺 或者蝕 是一元美金的 嗯 所以我想是很視乎 就是說 你怎樣控制 你的銀碼 或者是當然 有入市的時機上面 即是如果 如果作為新手的話 我建議做一些中長線的部署 因為中長線 中間是當然有少少波幅在 是 但是你的方向 其實不是很難去判斷出來 因為外匯市場 其實很主要看兩樣東西 因為它是一個相對概念 主要看例 是色差 假設我用歐元 對美金為例 我就看歐洲和美國的色差 分別 分別 當然現在分別不大 都是很低 但是第二樣東西 可能是看經濟數據 就是哪個經濟好些 哪個經濟差些 是一個對比 所以有一個說法 其實就是 當股市表現好的時候 通常投資者 就不會怎麼看匯市 因為股票 每個都是股神 但是當一個市場氣氛轉的時候 匯市的機會就來了 因為它是 無論市好市差 它一樣可以有一個炒作的價值 因為 我們也可以不一定是買星的 可以是沽出去都可以的 即是你說 我假設現在我什麼倉位都沒有 但我看淡的歐羅 我覺得歐洲經濟很差 我想沽這歐羅 你是可以先沽空的 那這個我想 有一點點像窩倫那樣 好像你牛熊那樣 你隨時 你覺得看淡就做 做跌 做跌 做put 或者是做紅症 所以我想這個是 大家都容易去適應 因為我想經過這十幾年 投資者教育 大家接受了槓桿 接受了牛熊這個概念 在匯市就沒有牛熊了 你只要覺得它是升 相對地 另一個差一點 那你已經可以沽去的了 起碼是大家自己去控制 那個槓桿方面 我覺得最好的選擇 就是有選擇 嗯 那你既然說到初歌 就適合中長線發展 這個就是必問的題目 也是我今天最上次 那有沒有一些外匯 是你現在看了 即是必賺的 這個外幣 我們要真是盯緊的 亦都是幫到你 你可能都會看著的 我想當然 就是你這個題目 真的這麼深 要必賺 是吧 是吧 大家做投資都是這樣的 我們都不敢說 必賺 不過 機率最高 對 如果你今年去看 整個2020年 其實很明顯你看到 就是那些美金是有一個弱勢 那當中 其實以歐元 和人民幣 我想是大家最看好的 那今年其實都幾關鍵 因為舉例你借歐元為例 其實它由年初到現在 其實都升了 是7%左右 嗯 那中間呢 如果你再拉遠一點 就是看遠一點的歷史的話 其實這隻歐元已經 差了差不多10年了 很多年了 那時候我記得 去歐洲還說便宜 那時候還便宜 那時候還便宜 你想回 其實雖然有少少說歷史 就是 美國其實在2015年開始 經濟很好 然後不停加息 然後引證回 就是首尾呼應回 剛才我說 其實主要都是看色差 看經濟 那在過去 由2015年到2020年 其實就是 色差很明顯 美國是先跑 然後 經濟又比歐洲很多 所以這隻歐元就不停下跌 那但是今年呢 就完全 大家轉了看法 那原因呢 就是因為 一場疫情出現了之後 美國的息口 和歐洲都是一模一樣 大家都去到零息 已經沒有了分野 那第二樣 但是人疫經濟呢 美國原來經歷疫情之後呢 都是一個 好像半衰退的狀態 那大家又是 五十步笑八步差不多 大家都 那變了 這一個是 首先幫助了 歐元是 傳定回來 不是說他特別好 因為相對地 那第二樣 最好的地方呢 就是 在歐元面世了這麼久以來 呢 今年終於出了一個 叫做共同基金 大家好像 那麼多個國家 本身 歐盟那麼多 二十多個國家 各自為政 現在好像有一件事是可以團結了 要合作一下 是嗎 是的 合作一下 大家團結的話 或者大家要有些貢獻 大家供款 總之大家都同意 一個這樣的基金 變成大家對歐洲再出現 另一場危機的機會 就大大減低了 這個呢 可能是對信心問題 反正都差了十年了 今年有這麼好的消息 那我們就掃回歐元上去 所以我想 如果你看到歐元 其實明年2021年 仍然是可以看好的 我想在大概 你見7月到11月 基本上都是1.16 1.2之間 它不是很肯再跌的 所以我想 如果你想回 所謂的 現在還是便宜的意思 就是 你對比金融海嘯的時候 歷史高位其實是1.6 歐債危機的時候 是1.4 現在還有距離 炎價才是1.2 所以如果大家考慮 一下去下跌1.2 其它其實大家能滿足 還能給 trends 是一個機會 即是王子 decade 不就直接派了錢 就是獲貨 取了一個歐羅出來 但是 你剛才說的是人民幣 都是大家可以衝進 人民幣也是 其實是與你所說的太弱 我還是建議 另外是一個很好 今年受到消息匯 人民币其实也是失败了几年了 因为当时特朗普上场的时候 打中美贸易战 大家很担心对中国的出口被人制裁 人民币有很大的压力 加上经济也不好 但是今年有几方面看 又是看息差 息差呢 各个国家全世界这么多央行都减到零息 但是人民银行好像没什么减息 在货币政策上面 不需要他自己独立的个体 你可以这样说 或者他也这样说 他有做其他事情 不过就是在息口上 没什么调整 或者是松手一点点 变了他有个明显的息差优势 第二件事就是疫情 疫情大家看到欧洲美国都好像要失控 颠峰 但是中国控制疫情 控制得非常好 人家在炒耐衰 虽然他有水分也好 但是起码公布的数字 好像说最 最 最 最快复苏 那本身你说出口都有影响的 但是呢 他今年又推了个内循环 是 基本上只靠自己自己 自给自足 自给自足就搞定了 那变了 对出口的影响 又 因为汇价 增加了多的影响 会影响出口 但这个负面因素又低了 所以年中開始人民幣是自己發力的 跌到低位之後, 由低位計算都升了8% 當然, 我想今年升了那麼多之下, 在部署明年的話 你可以給點耐性看看有沒有機會, 美元反彈 人民幣可以跌回多少的時候, 重新吸納 但是, 今年我見到年底的時候, 人行都不想人民幣升得太多 因為過去幾年, 它有些招數, 其實就 叫做你當是香港的辣椒 今年因為它不再怕人民幣有貶值基礎 所以就有一點鬆綁 變成反應, 即是告訴大家 它完全不怕人民幣跟別人比較之下, 它會貶值 所以它扁的空間不會太大 加上可能有特朗普下台, 叫做卸任 其實就變成, 大家又覺得人民幣 受到貿易戰的影響, 應該就越來越低 所以我想幾個因素上面, 這些當然不是一時三刻 對市場很憧憬, 有一個刺激性的作用 但是, 始終是過去半年, 大家看好人民幣的原因 所以, 既然這些因素都未變的時候 明年仍然大家會在看 去回來的話, 6.7 左右 如果你在圖表上面看, 你看一看 11月3日的時候, 當時很明顯技術上 大約6.77 有一支棍 這支棍的高位 不好意思, 剛剛在我的位置遮住了 回到中間了 高位大約6.77 其實就相當關鍵 我覺得大約6.7 水平可以吸納人民幣 這天其實發生什麼事呢? 當時就是美國總統選舉 在選擇, 還在選擇, 還在選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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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突然說, 特朗普領先 那大家又立刻害怕 他領先為人民幣會跌 因為又怕又有貿易戰 或是制裁 但是, 你看到即時走勢 很快, 一閃即逝下來 所以, 你可以在配合 其實走勢, 你覺得 應該不會升穿這個位 都仍然可以吸納人民幣 目標看哪裡呢? 有麻煩, 師臣可以拍攝近一點 應該拍攝遠一點 看看大概2018年的低位 差不多這些位 大概6.2, 6.3這些水平附近 因為, 剛剛你的四季投資法遮住了 又要縮小一點 不要緊 可以告訴大家 這個低位, 其實 這個位, 我想是 明年2021年的目標 大家, 很多大行都在看這些位 原因就是, 一方面就是 美金真是弱勢 另一方面就是 這麼多的外幣之中 好像沒有什麼 哪一隻真的可以 跑贏人民幣 這麼多方面 好像每一隻都 為什麼只要看人民幣 所以, 唯一它的風險就是 它不是自由兌換 不是每間券商 都可以用一個短線的炒賣 有個離岸人民幣 給大家操作 那如果你說實貨的 其實分別都不大 你可以大概 6.7水平附近 至6.8之間 分段去吸納 好啊 我只是看那個幅度 都覺得 蠢蠢欲動 有一點心動 所以今天要多謝小王子 想到你 不用派號碼了 大家 不是平時我們的股市節目 直接派錢 對 還派了兩款的錢給大家 大家可以在 而且剛好我們年尾見面 非常適合大家 在2021年做一個部署 亦都非常適合我這個初手 可以在 下年的時候 踏入這個市場 今天 麻煩了Aaron 小王 外匯的小王子 希望大家對於外匯的認識 又可以加深了 大家有什麼意見 對於四季投資法 可能有些工具 你們很有興趣 都歡迎大家 可以留言 在下面告訴我 我會盡量看回大家的留言 而我都可以預告一點點 因為下個星期 我們突然間又跳了 因為有很多不同的工具 我就會跳了去物業方面的投資 因為全部都是四季 因為我今年開始 不停看買樓 其實物業和匯市都息息相關 又息息相關 你一樣東西都可以說到相關 因為跟我們日常生活 真的息息相關 就算你去上網 電商 去網購 買東西 然後也是要用匯的 也是要考慮匯率的因素 你也對 所以我今年又開始看樓 所以全部都是拿不同的投資工具 希望可以和大家一起討論一下 今天時間差不多了 和Aaron說到這裡 非常多謝你接受我的邀請 謝謝你 下年有什麼匯市的相關資訊 我們到時再找Aaron跟進一下 好 今天先說到這裡 拜拜 好 好